造这个渡船 特别是佛在经上讲 佛讲经说法 就好比是渡船 从这个生死案 渡到涅槃案 从我们六道轮回的这个案 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案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渡船是什么呢 渡船就是讲经说法 我们今天利用电视广播 利用这个过际网络 电视的广播 过际网络就是渡船 利用这个好工具 讲佛法 讲善法 讲破迷开悟之法 推荐给社会广大的群众 使他们看到了 使他们得到了 明白了 体会到了 都能够住过来 那就是达到避难 后面有一些重要的 这个开始 我们特别要记住 绝不可以 绝不因为私仇 私人的怨恨 使人家兄弟不和 不可因为小力 使人家父子不睦 这两句话 推广起来 决定不可以因为 个人的这个利益 破坏了团体 使团体不和 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利益 或者我这个小团体的利益 破坏了大的社会 整体的红 那就是造极重的罪业了 善人 我们一定要亲近 卧人 我们一定要静而远之 语言 不是说 回避他 不是说不理他 语言是 我们不能学他 亲近是 我们要效法他 我们要学他 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 德行 成就自己的道意 才能真正 如佛所说 又求必应 所以 又求必应 也不是一句空话 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 有很多这个善巧的方法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懂得这些善巧的方法 如理如法的修学 才能真正得到 有求必应